外農相位处在中央山脉山脚下 由于农作物都是在山区 农路对农民来说非常重要 花年新议会农业小组召集人黄一兰 还有先元简志龙 蔡一姓陈美莲 也希望县政府农发出能够编列预算 帮助农民来铺设农路 帮助农民增加农业的产值 外農相位处于中央山脉山脚下 但是农作物种植还是以山区为主 农业产业道路可以说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济命脉 工农厂长连光明和农员们表示 为完整的农路才能够开创当地的农业经济产值 我们这条路如果把它打动作 我们很多的农牧用地它就可以去种植农产品 这个事很重要 因为人家土地在那边结果又不能申请金马補助 因为它的目的是农牧用地 那对于主人觉得说那个地方在那边又不能耕作 又不能申请 那如果这样都以期就把这个地货 如果在法令的允许之下 是不是可以建议把它调整成要叫什么去的 林地给租的一点补助 要不然我租的那么多土地 可能连长了都看不到它这个地 分辨给我们的一个效益 其实我们的交通最重要 这个农牧 我们灌农香 关马眼跟这个红叶村的话 这两个村就可以压迫我们中期北期的村民 他们实在太大了 他们范围太广 就是联系到主信 那是要单靠我们工所这边的议算 我要公开到六个村能做多少农路 做不到什么农路 依照目前我上这一年多以来 那幸福的部分 这个协助我们的不多 那水宝局有在帮 但是水宝局它只是修补原有的路面 好像超过海拔多少以上它都不做 欢迎协会农业小组召集人黄亦南 中央会召集人简四龙也希望幸福能够边内预算 协助我们向农民们有一条完善的农路 农路 这是农民 所有的农民 位在农业区的乡镇 农民最最过去需要的 你这个农路你县政府没有办法去统一 然后由县政府来做的时候 你用中央让我们去找水宝局 这个是我觉得说 这个是农民跟我们的花莲县政府是最相关的 所以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农业处 你们之后再跟中央争取这个经费的时候 请你们特别特别的要去提到 怎么样去协助农民不要用修补的方式 一次到位的把它们农路做好 可能在农路部分确实就是我们的头 我们没多说实在的 我看过很多的一些老一辈都是用背的 用屁股当轮胎这样子滚下来 走下来把他的农座摘下来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都是我们 民意代表的头 所以希望县府这边能够多加协助 中央会议召集人简直中表示 通过会议让花莲县政府了解地方和农民的需求 往里花莲县政府依助万能向农路经费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限 不怕满足农民们真正的需求 也希望县府能够全力支持农民们 来提升农业的经济产值 接着Join完全不到